今天我们来拆泡泡马特的新品 斯高潘大亚当斯一家盲盒 这是我朋友买的六个优想 让我帮他拆 他说我是欧皇 希望我能帮他抽到心愿单 他这心愿单没有隐藏 我觉得我可以 为此我还特意去补了一下亚当斯一家的动画 挺好玩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套的重量相差还是挺悬殊的 最沉的130多 最轻的70多 这次的盒子也给设计成了暗黑的风格 特别还原电影的设定 我们先来看最重这盒 左右这个位置和中间的位置抱顶 看这都给顶出来了 第一个心愿单Gate 伊特 这只特别还原电影里的形象 他的头发和胡子融为一体 根本就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的斯高潘大满足了你的好奇心 胡子是慈禧的设计 墨镜也是可以摘下来的 没想到卸下伪装的SP这么好看 帽子是珠光漆的材质 妥妥的御解范啊 第二只上下放动空间非常大 我猜应该是这只坐着的Katy 确实是Katy啊 猜对了 但是这干燥地要不要这么大 别人家养猫 我们亚当斯一家人养狮子 还给取名大猫 真是挺厉害的 狮子的毛发 薄领 还有小短裤 都是直戎的材质 摸上去手感超级棒 两边的骨头 还有鞋子 手套的这种细节设计特别可爱 胸前的小铃铛还是可以动的 第三只非常满啊 会不会是隐藏款呢 怪不得满呢 又是一大包干燥剂 这只鹿奇 这只是动画里科学怪人管家哈 看他脸上耳朵上 还有衣服上都有这种缝合的线 他穿的西服和西裤 都是直戎的材质 在电影的开头就说了 这个鹿奇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 所以他头上的这个 穿的就是精神病院的院服 配件是这只手 我们可以放在头盘上 电影里鹿奇弹琴 这只手在旁边犯欠哈 这个片段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四只前后中间的位置 和上下稍微偏一点的位置抱顶 我猜应该是这只坐椅子的 果然哈 星红磨地下 这只是女主人哈 她的颜值也非常的高 头发是软胶的材质 两个小耳朵是透明的 还能看到里边的蜘蛛特别细致 穿的红裙子是植绒的材质 非常高雅 椅子的细节真是惊到我了 靠背和椅垫都是软的材质 后边还给做出了木头的纹理 配件是两朵玫瑰花 电影里这个女主人修剪花材 就是把玫瑰花的头剪掉哈 非常还原了 第五只左右 这个位置隐约能捏到一点东西 姐妹我对不起你 她说只要不是这秃皮就行 这只是费斯特叔叔 姐妹你细看 其实挺好看的是不是 如果还觉得丑的话 你再仔细看看 在动画里这个叔叔就老吃灯泡哈 所以他的两个小耳朵就是灯泡 他这赠光瓦亮的脑门也像个灯泡 有一说一啊 他这衣服还是挺好看的 这一圈小毛链看着就暖和 整体还是这种亮面气的材质 露出了小爱心的内裤 拍了五只了才出了两个许愿款 有损我欧皇的人设呀 希望这盒也能中许愿款 欧皇人设帮他 哈斯利 看这一头的小黄毛就知道是女主温斯特的弟弟哈 他很擅长用炸弹作战 所以他两个耳朵是炸弹 身后还捧了一个炸弹 我拆出来这六只 有你喜欢的吗 一二三四五六 赶快告诉我吧 好啦以上就是皮匠给大家带来的 斯高潘达亚当斯一家盲盒的开箱 每一款的细节都高度还原了动画里人物形象和特点 也很符合SP的一贯风格 我非常喜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关注 再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个拆核视频见 拜拜